人老了,想要安度晚年,需要拥有以下四个依靠,人这一生皆在自度,现实告诉你,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钱寸步难行,没有钱的老人生活很苦,走到哪里都会招人嫌弃,吃吃喝喝,生病住院,走亲访友,哪一样都要钱。 因此,很多人在中年的时候,就会准备好一笔存款,还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和养老金。 在传统的思维里,养儿养女能防老,特别是在农村,家家户户都想生个儿子,等自己变老了,还能搬到儿子家去住。 可是,赚的钱再多,也要当心没机会花,儿女再好,也要看人脸色。 安度晚年,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需要综合考虑,找到以下几种靠得住的力量,以后的生活,才能持续向好。 第一,靠好的心态。 梁启超说过,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僧。 我以为,人老了,应该适应苦行僧一般的生活。 一是生老病死很苦,二是孤独无一很苦,三是人生迷茫很苦。 如果用心去感悟,痛苦的地方还有很多,静游心生,命游脊躁。 一个人苦不苦,其实是一种心态,和实际生活有关,但生活不是决定因素。 小时候,我家住在农村,房子依山而建,临水而居。 我走出门,母亲担心我掉进河里,我去后山,母亲担心我会遇到蛇虫鼠蚁。 父亲说,掉进水里,就能学会游泳,遇到蛇虫鼠蚁,就能感到惧怕,下次就懂得躲避了。 从此,母亲不再担心,任由我去哪里。 父亲的话,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担心是多余的,或福都是好事。 也许,正因为父亲有好的心态,他在老年的时候,依旧吃吃喝喝,并不觉得日子有多苦。 临终之前的夜里,他还喝了一小杯酒,生老病死,都是自然规律,就像落叶归根一样。 别担心,活着就是幸福,依靠好的心态,你能够活出精神饱满的自己。 第二,靠街坊邻居,似乎,城里的人,开启了不社交的模式。 独来独往的人,很厉害,舍去无用的社交,你就自由了,你真的不必被这些心灵鸡汤蛊惑。 人老了,吃吃喝喝的社交是很有必要的,自古以来,无久不成席。 哪有吃几口饭,就能够加深印象。 通过一起吃饭,一起旅行,一起跳舞,能够认识很多的朋友,大家在一起,也能互相照应。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不管你的亲戚对你多好,朋友有多热情,他们没有和你居住很近,就不能照顾你。 特别是遇到集市的时候,亲戚朋友要从远方赶来,需要一段时间。 这是鞭长莫及的征兆。 学会和街坊邻居打成一片,平日里,大家都没有什么冲突,还能互相串门,以后有事情了,就好办了。 邻居搭把手,会让老人们的日子过得更踏实。 邻居对你和颜悦色,周边的生活环境就好多了。 不管住在哪里,都要随遇而安,别把身边的人当仇人。 大家住在一起,是缘分。 一个小区,其实是一个大家庭,虽然闹腾的时候很多,但是互帮互助的时候,也不是没有。 多记别人的恩,不记别人的仇。 第三,靠身边的老伴。 少年夫妻老来伴,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不管年轻的时候,夫妻闹了多少次,只要没有离婚,年纪大了, 就是最好的伴侣。 这一生,两个人创造了财富,也养育了儿女。 最重要的是,熬过了所有的低谷,苦日子并没有把感情逼走。 身边有个伴,可以聊聊天,生病了有人管,彼此都有依靠。 其实,不管夫妻感情多好,也要面临着先走后走的痛苦。 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夫妻,极少。 后走的人,还是要面对孤独生活。 人老了,如果老伴先走一步,那么你就要正确面对黄昏恋。 遇到合适的人,可以好好恋爱,携手共度余生。 当然,不要盲目去寻找新的伴侣。 毕竟,半路夫妻的感情,不是那么牢固,还有人打着恋爱的幌子,到处敛财。 不要随意把黄昏恋变成婚姻。 尊重儿女的意见,正确处理好家庭财产。 如果因为恋爱,和儿女闹翻了,也不是好事。 半路夫妻能够靠得住,前提是人品要好。 第四,靠养老的智慧。 这一生,活到老学到老。 不管你多大年纪,别放弃进步。 唯有紧跟时代发展,才能享受到时代的财富。 比方说,老年人不能用智能手机,出行就会有障碍。 买东西,展示自己的行动轨迹,和亲戚朋友沟通,连线世界各地,都离不开手机。 你不愿意学习,就只能用老年纪,与世界交流,就有了障碍。 我的一个表舅,今年七十二岁了,还坚持练子读书。 孙女上初中了,很多课程没有搞懂,都是表舅在答疑解惑。 表舅说,和晚辈一起进步,自己也回到了青春时代。 人老了,靠智慧,才能活得有质量。 读书,写字,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学习养生知识等,进步越大,生活越阳光。 于丹说过,单纯依靠物质的极大丰富,同样不能解决心灵的问题。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没有人可以控制未来,也没有人可以留住过去,但是我们始终要进取不止。 年纪越大,越要活得云淡风轻。 努力去做点什么,但是不苛求结果如何。 靠谁不如靠自己,这是一种生活的态度,而不是现实。 别固执地徐徐独行,要找到周围可以依靠的力量。 大树底下好乘凉,依靠别人,你会活得踏实,给别人依靠,你会活得有价值。 人到晚年,用心感悟美好,用心去爱别人,或许这就是富养吧。 如果夫妻活过了七十五岁,还能做到这三件事,那就是人生赢家。 论语为正中,孔子提出了人生不同阶段的境界。 十五而至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于举。 孔子对人生各阶段的描述表明了其哲学思想,但或许由于古时,人们的寿命较短,孔子的这些论述只讨论到七十岁为止,孔子自己也在七十二岁那年逝世。 然而,在现代,由于科技和医疗的进步,人类的平均寿命已经大幅延长。 据统计数据显示,在二零二三年,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达到了七十八点二岁。 这意味着在现今社会,活到七十八岁变得相对普遍。 然而,生命的价值并不仅仅取决于其长度。 当人们的平均寿命有所提升时,我们还需要关注生活的质量和内涵。 假如某人能够活到七十五岁,并能做到以下三件事情,那么,他们无疑可以被视为真正的人生赢家。 第一件事是保持清醒,自主生活。 心理学家指出,进入老年期的人会经历身体机能的逐渐下降,包括体力和记忆力的减弱。 如埃里克森所言,老年人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保持身体健康。 数据表明,我国超过1.8亿老年人患有各种慢性疾病, 其中75%的老年人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疾病。 这说明,大部分的老年人都在与健康问题做斗争。 有些老年人虽在日常生活中表现正常,但在进行体力活动时可能感到困难, 有些人则可能需要他人的照料,甚至完全失去了自理能力。 在老年期常见的疾病之一是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患有此病的老年人可能会经历认知障碍和记忆混乱,甚至不认识亲近的人了。 这是一种较为严重的情况,患病的老年人几乎离不开看护。 而对多数老年人来说,他们更可能面临的是记忆力减退, 反应速度下降和逻辑思维能力衰弱等问题。 这些情况对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造成了重大影响。 许多老年人因此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依赖子女照料, 这让他们感到不适,而且也会给子女带来负担。 然而,如果一个人在75岁后仍能保持清晰的思维逻辑并独立生活, 至少说明他们的生活品质得到了保障。 例如,一位九十多岁的女翻译家的故事就非常启发人。 她不仅独立生活,还持续从事翻译工作, 她的住所充满了手稿,她甚至学会了使用电脑, 与时代保持连接。 这位女翻译家的经历告诉我们, 即使是在老年,生活也可以充满活力和成就。 对比需要子女照料和在子女身上找到依赖感的老人, 那些身体和心理都保持独立的老年人显然更具幸福感。 因此,从年轻时起,人们就不应有任何侥幸心态, 随意挥霍自己的健康资源。 应当坚持规律的运动,维持有节制的生活方式, 避免到了晚年只能卧床不起, 为当初的无视健康而懊悔。 即使在老年期,也应持续保持思考和学习, 不断活跃大脑。 比起躺着无休止地刷手机, 更应该坚持阅读习惯, 让大脑持续活跃, 以避免逻辑思维的衰退。 第二件事是维持一个乐观的心态。 75岁是一个生命的敏感阶段。 在60多岁时, 大多数老年人还能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 期望活到平均寿命。 但进入75岁, 随着与平均寿命的接近, 对死亡的忧虑自然加剧。 实际上, 能活到90岁级以上的人是少数。 到了75岁, 老年人可预见的生命路程已经十分明朗了。 根据埃里克森的理论, 65岁后, 人进入了所谓的成熟或老年期。 在这个阶段, 面对身体机能下降和生命终结的压力, 许多人可能会产生一种绝望感。 埃里克森认为, 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调整这种绝望的情绪, 用更加平和的视角来对待生活。 面对健康挑战和死亡, 老年人应学会调整自身心态, 避免总是生活在恐惧和担忧中, 这对健康寿命不利。 心理学家指出, 积极的心理状态对个人十分重要。 若总是恐惧未发生的事, 那些事更有可能变为现实, 这便是所谓的自我实现的预言。 但若能给自己持续正面的心理支持, 那么心态自然更加积极。 这样的心态将为生活带来更多的惊喜和乐趣。 第三件事是拥有个人爱好。 随着互联网成为普遍现象, 不仅年轻人, 许多老年人也成了长时间使用手机的族群。 部分老年人像年轻人一样, 习惯长时间躺着玩手机。 还有些老年人, 喜欢整日无所事事, 与邻里聊家常, 这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种放松。 然而, 长时间这样往往对健康不利, 也容易感到生活的空虚。 就算是社区或乡村里的闲言罪语, 也都是些重复的话题, 是重复且意识的快乐。 因此, 建议老年人发展个人爱好, 形成自己的精神生活。 心理学中有个概念叫做心流, 这种状态指的是全神贯注于某项活动, 从中获得深刻的满足和快乐。 像那位九十岁的女帆一家, 她不仅将翻译作为工作, 更是作为生活的热情所在, 她的生活因此变得丰富多彩, 尽管年纪已大, 她的内心却依然年轻充满活力。 退休以后, 你会明白, 废掉一个人最简单的方式是, 养成低藤次的习惯。 我家隔壁住着一对夫妻, 男主人是企业内某部门领导, 平时见到她, 总是一副老诚持重的样子, 说话一板一眼的, 让人心存敬畏。 阿姨呢, 之前是小学老师, 较龄三四十年, 岁月赋予她的, 除了优雅和知性以外, 还有一种从容脱俗之感。 总之, 这一对在大家眼里, 是一对层次和情怀都相当高的人。 前年年初, 夫妻两人双双退休了, 叔叔被返聘回单位, 而阿姨则在彻底退休在家。 只是两年时间, 夫妻两个人的状态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叔叔变得慈祥了很多, 严肃中多了几分宽容, 见面愿意和我们年轻人聊几句, 从聊天中越发发现她的内涵。 而阿姨退休后, 从开始在家放飞自己, 到后面到处旅行。 在后来去了老年大学, 现在迷恋上了一些所谓的养生保健项目。 退休前, 夫妻两人还是同样的层次, 经过一个退休的洗礼, 硬生生拉开了距离。 所以, 我们一定要警惕那些退休之后养成的低层次习惯, 他可能会废掉一个人。 一, 低层次习惯的后天养成。 心理学家调查发现, 老人在从自己的工作岗位退下来后, 很难适应退休生活, 于是心理、身体都会出现各种不适应的情况。 有的甚至会患病。 心理学家根据这些现象和数据总结, 形成了退休心理学。 退休心理学的产生, 意在鼓励老人在退休后, 要及时调整自己的生活目标, 以保持个人的心理健康和晚年的生活勇气和生活质量。 心理学家特别指出, 如果一个人在离开工作岗位后, 生活目标还停留在已有的事业上, 找不到新的目标和追求, 就会被一种浓重的责任失落感和社会剥夺感所笼罩, 加速人的衰老。 就像我的邻居阿姨, 工作的时候她认真负责, 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 源源不断地获得着各种认可和价值感。 但是突然退休, 她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失落感, 用她自己的话说, 一下子找不到了人生的价值。 于是, 她开始想各种办法, 去消除这种负面感受。 旅行虽然让她获得了暂时的放松, 但毕竟不是长远之计。 后来, 她又上了老年大学, 但是仍旧没有消除她的负面感, 她仍旧被强烈的失落感和剥夺感深深地束缚着。 后来, 阿姨又陷入了疯狂的消费中, 各种吃的, 喝的保健品, 用的, 带着, 穿的鞋袜等买了很多。 有些等买回来才发现, 是一些劣质产品, 根本不能吃, 不能用。 不但如此, 阿姨还参加了他们组织的跟团全国有等活动, 积蓄花费了一大半, 也没啥效果。 最后丈夫终于忍不住了, 她接受不了一向理智的妻子, 为什么退休了, 陷入了这些低层次的, 不理智的骗局中, 一改常态, 参与各种无效的消费活动中。 其实, 阿姨的低层次消费行为, 是后天养成的, 因为退休后, 她没有及时调试好自己的身心, 导致了心理层面的失衡。 为了弥补这种失衡, 她不断去尝试各种活动, 直到她在各种买买买中获得了一种久违的肯定和放松感, 于是她渐渐迷失在这些低层次消费中。 二, 低层次习惯背后的心理动因, 除了低层次的消费习惯外, 还有各种低层次的习惯和行为, 比如低层次的交往习惯, 低层次的思维习惯等。 古语说,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一个人所接触的人群层次, 决定了这个人的层次水平。 社会心理学古斯塔夫·勒庞在1895年出版了一本名为《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的著作。 这是一本研究大众心理学的先驱作品, 勒庞在书中指出了群体以及群体心理的特征。 其中特别提到了一点, 一人独处的时候, 思维清醒而独立。 但是当他进入一个群体中, 那他的独立性就会被人群埋没, 独立而清醒的思维也会服从在群体思维之下。 这样就会呈现出情绪化、低认知等特征。 观察我们身边就会发现, 很多退休金很高的老人并不缺钱, 但是他们却还愿意去超市排队抢菜, 结伴去药店排队领鸡蛋、领洗衣粉等物品。 其实他们领回家根本就不用, 只是享受那种在群体中, 大家一起领东西的感觉。 这几天刚爆出了一个旅游大巴册翻的新闻, 据报道称, 车内坐的都是退休后的老人, 因为现在很多退休老人都热衷于各种廉价旅行。 为了投其所好, 很多旅行团会投入各种行军式、购物式旅行, 吸引老年人参加。 这就导致很多平时理智, 但情绪失落, 需要调适的老年人, 在进入这个群体后, 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力, 做出不理智的行为。 邻居叔叔曾跟我们爆料, 阿姨在一次旅行中, 被忽悠买了很多老年宝剑骆驼奶粉, 后来被证实, 这些都是劣质牛奶粉加面粉调制的。 在乌合之众中, 还有很多不理智的行为, 比如, 前不久爆出来的, 一群退休大叔大妈站路夜走, 还有一群退休人员, 公然在公园路上爬行, 说是运动养生, 挡住行人的道路。 这些低素质的行为, 放在个人身上, 万万是做不出来的。 总之, 在这些低层次的习惯中, 拉低了人的维度, 长期下来, 形成了低层次的素质和思维习惯。 三, 调适生活方式。 退休后, 人们之所以不适应当前的生活, 那是因为, 他们只看到了退休后的消极的一面。 其实, 退休生活是人生的另一个开始, 保持和培养良好的爱好和习惯, 会让人保持高尚的素质。 所谓活到老, 学到老, 退休不意味着成长的结束, 人是需要不断成长的, 退休后你仍可以读书, 远离那些毒鸡汤和碎片化的信息, 不断地提升自己。 即使要锻炼身体, 也要有素质和分寸, 在不影响别人的基础上做好自己。 这样, 不断自己能量满满, 也能让身边的年轻人肃然起敬的。 人过五十我才发现, 孩子生的早和晚, 间接影响着后半生的生活质量。 虽然一直提倡晚婚晚遇很好, 可以先事业后家庭, 但是奉劝现在的年轻人, 真不要把先事业后家庭当作一种借口, 拖拖拉拉地结婚和生孩子。 不管男女, 有了工作, 年纪也过了二十五岁后, 就要开始准备结婚生子这两件人生大事, 能在三十岁前解决, 就不要放到三十岁后才去做。 因为等你过了五十岁就会发现, 孩子生的早和晚, 间接影响着我们后半生的生活质量。 作为晚婚晚遇的我, 就对此很有感受。 我今年五十四岁, 是一名退休四年的矿石厂职工。 原本退休后的女人是很自在和享受的, 但我却过得很悲催, 甚至比上班的时候还要奔忙。 说起造成这样境遇的原因, 一切都是我和丈夫太晚生育孩子了。 我和丈夫是高中同校不同班的同学, 毕业后有兴趣了矿石厂工作, 因为同校又来自同个镇, 每次放假经常坐同一班车回家, 久而久之就成了恋人。 我们谈了相当长的一场恋爱, 从二十岁谈到二十六岁, 最后在一九九六年才结了婚。 结婚后, 我们没有马上要孩子, 因为我们的事业都在上升期, 我在努力晋升矿场的办公室副主任, 而丈夫又被调到另一个矿区, 离家很远, 一个月回不来几次, 所以为了工作, 我们选择晚点再生孩子。 所谓先事业后家庭, 我们觉得只有事业大成了, 才能给未来的孩子一个好的家庭生活环境。 虽然我们各自的父母以及亲戚朋友, 一直在催我们赶紧要孩子, 可我们却一直躲避, 总认为我们小两口的事, 理应我们自己做主。 后面, 我在二十八岁如愿当了副主任, 童年丈夫又被调回我这个矿区, 我们夫妻俩的事业算稳定了, 但我们却还没想着急生娃。 因为那时候, 我们又遇到单位筹建职工房, 需要出钱认购, 单位出一半的钱, 我们职工要职工房的, 也得出一半。 虽然说单位很人性化, 可以让我们分期给, 每个月从工资上扣, 但首期认购就花光了我们大部分积蓄, 后期分期下来, 每个月扣完房子的钱, 我们的工资也不会剩多少。 所以, 我们又先想等把房子拿下了, 再慢慢考虑要个孩子, 毕竟就只能生一个, 早生晚生都一样。 而晚点生, 我们还更有条件去养育。 就这样, 先为了事业, 后又为了房子, 我和丈夫拖到三十二岁, 才生下一个儿子。 儿子出生时, 我们夫妻俩都觉得, 这样的生活刚刚好, 我们各自的父母才五六十岁, 不算老, 还能帮我们带几年娃。 等孩子上学时, 我们夫妻也各自的事业都稳定下来了, 不用再拼搏什么, 每天按部就班的上下班, 其余时间就全拿来养育孩子, 陪伴家人。 因此, 在我退休前的十多年里, 一家三口的生活, 还是过得蛮幸福的, 到处旅行, 到处玩乐。 可是当临近退休时, 已经要步入中年的我, 却渐渐发现, 整个家庭的生活, 慢慢变得困难起来。 因为一旦退休, 我就要面临没有工作, 收入降低, 同时要背负上有老下有小的困局。 虽然我丈夫还在工作, 但靠着他一个人工作的收入, 和我不多的退休金, 是远不及支撑这个家庭的。 我退休时, 儿子才上高二, 未来我们需要供他读完高中和读大学, 大概就要供养他五年, 另外又还要帮他买房买车, 娶媳妇等等。 除了儿子, 我的公婆也步入了晚年, 需要我们负担的花销特别多。 他们是农民出身, 只有婆婆有社保, 而公共就每个月二百多的养老金。 他们两老每个月的养老金加起来, 有小两千, 算是可以维持他们的日常生活, 但那些看病买药, 以及生病住院那些开销, 就需要我们夫妻俩负担。 我公婆又是多病的主, 每个月至少需要我们负担一两千的医药钱。 孩子上学要钱, 未来娶媳妇也要钱, 而我的公婆又越老越需要钱。 最终, 我们原本很自在和幸福的家庭生活, 就随着这些负担渐渐消失。 如今, 看到自己身处上有老下有小的困境, 我就很后悔孩子生得晚, 如果早个五六年生孩子, 我就不会退休了, 还要这么难堪。 就像和我同年退休的同事王姐, 她是二十三岁结婚, 当年就生了个儿子。 算起来, 比我早结婚三年, 早生娃九年。 而她退休时, 她的儿子不仅出门工作好几年, 并且也成了家, 还让王姐早早当了奶奶。 那时候的王姐, 才是真正的退休, 因为儿子可以支撑自己的生活, 用不着他们夫妻俩负担什么, 而她和丈夫就帮忙赡养下公婆就行。 而家里的生活开销, 以及车贷房贷都花她丈夫的工资。 她每个月退休金三千四百多, 拿出一千五百元孝敬公婆, 剩下都自己花, 根本不用考虑其他。 平时她不是去打麻将, 就是去唱歌跳舞, 要不就去儿子家带带娃, 要不就跟着旅行团到处游玩, 过得很是快活又自在。 虽然说我现在的家庭条件也还过得去, 但相比较王姐这种早生孩子, 退休了就等于解放的情况来说, 我们家的情况真的是挺悲哀的。 毕竟她退休时, 儿子已经成家立业, 而我退休时, 儿子还要我供养好几年, 并且我一边要供养儿子, 一边又要赡养老人。 她是退休就享福, 而我是退休, 则是更遭罪。 现如今的我们家, 为了应对上有老下有小的难题, 生活质量也发生了变化, 变得比从前拮据了, 旅游少了, 下馆子也少了, 吃喝也变得简单了, 人情往来时更变得抠门起来。 而这样做的目的, 一是准备为儿子买房娶媳妇准备本钱, 二是节约前同时预防公婆有啥大病, 需要花大钱。 三则是过两年, 我丈夫也将退休了, 到时候我们收入也会降低, 因此, 通过我的经历, 想建议年轻人要早点结婚生子, 可以二十五过后才开始结婚生子, 但千万不要过了三十岁才慢慢来, 因为孩子生得早和晚, 真的会间接影响我们后半生的生活质量。 二十五岁过后结婚生子, 孩子出生时, 我们还年轻, 可以放下工作好好养胎, 孩子出生后也可以自己养育几年, 直到孩子上幼儿园, 我们再重新工作都还行。 可过了三十岁才准备结婚生子, 那就会影响我们后半生的正常生活了。 首先, 我们正处于事业黄金阶段, 不能辞职回家养胎, 毕竟过了三十岁, 就很难找工作了。 我们为了生孩子, 只能边上班边养胎, 接着生孩子时, 只能有三四个月的产假, 产假休完, 要想保住工作, 我们就得请父母来帮忙带娃。 如果这时候父母也老了带不动, 我们就需要请保姆带, 这里开支就会加剧, 让我们不得不更卖力挣钱。 然后, 孩子上学时, 别的同龄人的孩子都上初中了, 你的孩子还在读小学, 或者才上幼儿园, 这就很尴尬, 可能等自己退休了, 孩子却还在读书, 这时候的我们就开始难了。 毕竟原本我们可以享受退休生活, 并且只需负担家里老人的养老问题就行的。 结果自己的退休生活没法正常过, 退了没得休, 还要为赡养老人, 又供养家里读书的孩子, 继续打工挣钱。 更糟糕的可能还会变成, 等我们老了, 需要孩子养老时, 而家里的孩子却刚结婚生子, 最终也会导致我们的孩子, 重走我们的老路, 雇着自己小家, 又要赡养我们这帮老人, 让他们早早背上有老下有小的负担。 退休后才懂, 和子女之间保持距离, 是最佳的养老方式。 看自在读行义书的时候, 得出了这样一个感悟, 现实生活, 从来不会偏袒任何人。 那些总是过得不顺心, 不如意的人, 大抵上都是和自己较劲的人。 越是和自己较劲, 难受的人越是自己本身。 人啊, 千万不要让自己陷入一个死循环之中, 那样不仅仅自己不好受, 别人也跟着生厌恶的不快活。 一辈子, 最好的善良是不让自己为难。 人啊, 随着年龄的增长, 到了牙咬不动, 腿迈不动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真正稀罕你的人少, 不待见你的人多。 所以, 你越是活得太自我, 你的日子就越难过。 就算是你生的你养的子女, 你若是太没有界限感的接触, 人家也还是会嫌弃你的。 曾经, 我写过这样一句话, 身受上了年纪的人的共鸣, 身为父母的人, 是注定了和子女越走越远的人。 记得当时, 一位已然退休的老人给我留言说, 看了您的文章, 我老泪纵横。 谁能知道, 一把年纪了, 还能受孩子和自己的渐行渐远呢? 就连他们成家的事, 我都根本没有发言权。 其实, 我真的很想告诉这位老者说, 人, 其实都是向下反的。 越是这个当下, 向下反的现象越浓。 同时, 越是当下, 子女的生活和决定, 父母也越是要智慧地少干预。 相比早些年, 大都一切意愿都惯于遵从父母的那些人来说。 越是当下的人越觉得, 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 真的无需父母过于操心。 很多时候, 老人对子女的爱, 是子女并不需要的。 尽管, 这些爱是真的出自于作为父母之人, 那种为你好的心理。 可事实上, 就是这样的为你好, 成为了子女时刻要逃脱的煎熬。 子女, 终究是要长大成人, 独立生活面对社会, 父母若是不懂放手, 始终都把子女当孩子, 一样去干预他们的决定和选择, 势必会造成恩成怨的现象。 可能对于这样的说辞, 有些老人会说, 我生的, 我养的, 我都不能给建议, 不能做主, 那我这一生该有多失败。 生了子女, 却让我成为独行的孤人一个, 我还生她做什么呢? 实际上, 越是这样思想的老人, 晚年越难顺遂, 失去了界限感, 哪怕是父母和子女之间, 也会失去美丽, 引来憎恨和埋怨。 这样的现象, 对于退休的老人来说, 更要时刻给自己警醒, 晚年养老生活, 才不至于和凄凉, 困苦结缘。 平鸥先生在《自在独行》一书中, 曾有过这个一段阐述, 人最大的任性, 就是不顾一切, 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 只有这样, 人才可以说, 我这一生不需此行。 大抵上, 这就是对于子女的人生干预过多的老人, 最为真正的心理写照吧。 总之, 只要父母认为的对, 就必须要子女无条件接受的现象, 是当下现象中并不少见的事实。 而身为子女的人, 也正因为这样的为你好, 而苦不堪言。 可以说, 不懂和子女拉开距离的老人, 是愚昧的。 睿智的老人, 都知道越是子女独立生活后, 越是自己到了晚年, 都懂得和子女保持合理的界限感。 界限感, 让老人觉得自在, 子女也自在。 该亲近的时候, 偶尔亲近, 还各自欢喜, 这才是父母晚年和子女正确的相处方式, 也是最合适的养老方式。 退休后才懂, 和子女之间保持距离, 是最佳的养老方式。 如下几种距离, 身为父母, 一定要切记别跨越界限, 有好处。 一, 关于子女婚恋问题, 不要过度干预。 有些老人就是这样, 从前没退休的时候, 还好。 一旦退了休, 嫌时间多了, 就开始盯着子女的婚姻大势不放。 不是三天两头安排相亲, 就是隔三差五逼着子女问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领一个回来。 可是, 在这个开放, 婚恋自由的当下, 父母的急切盼望, 遇上子女的不紧不慢, 真的就应了那句皇上不急的说辞。 这早已不是包办的早些年, 而是子女根本只会选择自己认为合适又值得的人, 才会对婚恋做决定的当下。 并且, 父母认为子女的一定年龄就该结婚生子的思想, 在子女看来就是一种太难负担的压力。 自在《独行》一书中, 曾讲述过, 一个人活着其实仅仅是一个人的事。 深以为然。 生活之中, 关照型的关系人物可能会了解你身上的每一颗痣, 可是这些人不一定会了解你的心。 这样的现象, 何尝不是自以为是的父母, 对孩子的刻意束缚的映射呢? 退休了, 就过好自己的生活。 不要总按照自己的老思想, 去要求子女做他们不喜欢做的事。 尤其婚恋, 关乎一个人的余生。 一辈子和谁过, 日子真的不一样。 倘若子女为了结婚, 而结婚选择了一个不合适的, 自己不爱的人, 你说她会幸福吗? 难道, 你想眼睁睁地看着子女生活不幸后, 走向离婚的结局吗? 或者, 你要逼着子女选择一个你认为对的人, 承受余生的埋怨吗? 老了, 就享受自己的生活吧。 什么旭香火, 什么成家立业, 随他们去吧。 二, 尽可能独居, 对子女的一些建议, 也要记得点到为止。 退休了, 能有条件独居的人, 一定要尽可能独居, 不到最后动不了的那一步, 一定要远离子女的无言。 要知道, 两代人在一起生活, 就是矛盾滋生的温床。 可能, 单独去做年轻人和老人的评价时, 双方都是好人。 可是, 好人和好人之间, 有着太多的不同, 才引发了各类矛盾。 比如, 一, 作息时间不同。 二, 饮食习惯不同。 三, 看待事物的观点不同。 四, 接人带物的方式不同。 等等, 如是这些, 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 都是大矛盾的必要叠加。 两代人的独居, 就会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 对于年轻人的各类建议, 一定要记得 点到为止, 千万不要逼着子女, 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思, 立刻, 马上去执行。 要知道, 子女已经长大, 独立生活, 身为父母的你, 还不懂得事实放手。 难道你想让你的子女, 做一辈子没有思想的巨婴吗? 人活着, 要学着, 要学着萃取生命中最自在的窃益, 而不是非要找一些不该做, 却非要做的事, 来为难自己, 煎熬别人。 真的, 不要认为你的子女不听话。 其实, 老人和年轻人之间, 是相互轮回的现实, 人的一生, 是子女, 也是父母, 前半生子女, 是父母的影子, 后半生父母, 是子女的影子。 你仔细品, 是不是这么个礼? 退休了, 就好好享受自己的晚年生活吧, 和子女之间保持距离地去相处。 千万不要把自己不当外人, 如影随形地伴在子女左右, 最后搞得双方都不快活。 孤独地走向未来, 默默看世界, 独自走一走, 独处地安宁, 自在地禅意。 希望你我的晚年, 都能顺遂, 不是子女眼中的那个讨厌者。 情, 是人在世间的炼狱。 爱情也好, 友情也罢, 对的时间遇上对的人, 才能修成正果。 我给儿子准备了140平的婚房, 他却要我卖掉房子, 把钱给三个女儿。 儿子, 你看看新房里还缺啥? 周末, 我跟儿子视频, 想让他看看新房的布置。 谁知人家头都没抬, 直接来了一句, 妈, 我们的新房已经准备好了, 就在我岳父家。 我一听, 瞬间不乐意了。 新房在女方家, 这不就等于是上门女婿吗? 儿子, 咱是男方, 新房必须咱家准备。 如果你想在利内家住, 等结婚后也行。 本着老思想, 我试图劝着儿子, 没想到儿子只说了一句话, 就让我哑口无言, 你准备的房子卖了吧? 靠卖闺女的钱给儿子, 我觉得不光彩。 这话, 我还真不知怎样反驳他。 儿子说得没错, 我给他准备的新房子, 大部分房钱是从闺女们那里压榨来的。 但我也没办法呀, 我和他爸个人能力有限。 妈, 我想在婚礼上看到姐姐们, 而不是冰冷的新房和新车。 儿子这句话说得我浑身打颤, 因为闺女们两年前, 都已经跟我们断亲了。 说起我的家庭, 大家都说我和老伴是重男轻女的典范。 我们生了三女一男, 为了生这个儿子, 我们当初不知想了多少办法。 二女儿出生刚两天, 我就让我妈把孩子接到了她家, 对外说我家老二生下来就是个死胎。 二女儿三岁时, 我又怀了孕, 本以为是个儿子, 谁知又是个女儿。 三女儿生下的当天, 我就把她送到了远在百里之外的表姐家。 可以说, 二女儿和三女儿的童年, 我和她爸都没参与过。 好在老天待我们不薄, 第四胎终于迎来了儿子。 儿子出生后, 我就把二女儿, 三女儿同时接回了家。 或许是从小没在我怀里长大, 又或许是我本身就有重男的思想。 总之, 我与两个女儿感情就是没儿子好。 感情好不好不重要, 重要的是女儿们回家后, 家里就多了帮手。 那时, 我家被罚得连个固定的住所都没有, 我们一家六口, 借宿在亲戚家。 为了凑盖新房子的钱, 我让刚上初二的大女儿辍了学, 去一个亲戚家做保姆。 二女儿和三女儿也没闲着, 她们一个人看孩子, 一个人洗衣做饭。 全家齐心合力, 两年后, 我们终于搬进了新家。 二女儿和三女儿都在初中毕业后, 去外面打工挣钱。 我当时幻想着, 一定要让我家唯一的儿子出人头地, 做个城里人。 从那时起, 我要求女儿们每个月必须上交大部分工资。 女儿们虽有怨言, 但终不敢违抗我。 我家儿子其实根本不是读书的料, 但我就是接受不了现实。 成绩不好, 我给她花高价上私利。 大学考不好, 我拿钱让她上明办。 可以说, 女儿们就是我家的印钞机, 而儿子却是我家的花钱机器。 大女儿结婚时, 由于南方是外地的, 我以女儿嫁得远, 不能赡养为由, 向南方家要了三万彩礼。 当时, 我们这普遍的彩礼价格是八千元。 大女婿咬牙借钱给了我, 终把大女儿取走。 这下, 家里只剩我和老伴, 还有二女儿, 三女儿四个劳动力了。 那时, 工资还普遍很低, 儿子上学消费也不少。 为了多攒钱, 我硬生生让二女儿到二十七岁才放她结婚。 二女儿结婚时, 我也是明里暗里向二女婿家要了几万块钱。 凑上家里的积蓄, 我咬牙在城里给儿子付了个首付, 买了套一百四十平的房子。 原以为买上房子, 还房贷都是小事情。 可谁知儿子上大学不是小树木, 我和他爸在地里挣的钱, 连养儿子都养不起。 为此, 三女儿即使到了婚嫁年龄, 我都谢绝了媒人, 想着让她给我家多挣些钱。 谁知人算不如天算, 三女儿带着三女婿初见我们时, 她已经有了身孕。 这可让我逮到了好机会, 我一下子要了十五万的彩礼。 三女儿跪在我面前说, 男方家条件不好, 这十五万, 简直能要了三女婿父母的命。 可谁让三女儿肚子里, 有他们家的孙子呢? 看在孩子的份上, 他们哪怕去借, 也要如数给我。 我用三女婿给的十五万, 连带手里的一些积蓄, 付清了房子的尾款。 儿子大学毕业后, 留在了城里工作。 虽说他智商不太高, 但他情商挺高。 工作两年后, 便带着女朋友回了家, 让我和老伴相看一下。 女孩性格挺好, 我和老伴挺喜欢。 想着到儿子结婚时, 肯定得给他买辆新车。 我一早就给女儿们下了任务, 一家出十万元, 给弟弟凑车款。 大女儿第一个反对, 她说, 她公婆身体不好, 常年吃药, 挣的钱刚够花。 我对她, 那就把你公婆的药停了, 你弟弟的事是大事。 在我眼里, 什么也没我儿子重要。 或许是我说话太难听了, 大女儿那年跟我断了关系。 二女儿, 三女儿亦然, 她们都说, 有自己的日子要过, 儿子的事让我自己想办法。 我当时生气得紧, 妈妈咧咧上了门, 二女儿给了我五万, 三女儿给了我三万后, 再也没回过娘家。 现在, 儿子也不想回家了, 我该怎么办? 难道我真的做错了吗?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母亲, 就想给我儿子最好的。 难道有错吗? 不过现在细想, 女儿们过得也不强, 尤其是大女儿, 全家六口, 只有一个人挣钱。 妈, 姐姐们也是您的孩子, 你就愿意 整年没有孩子们在身边吗? 儿子质问我, 说实话, 我也曾有那么一丝后悔过。 就是过年的时候, 看到别人家的闺女, 大包小包往娘家拿。 可我的女儿们, 连个影子都看不到。 妈, 我和丽娜有手有脚, 我们先在她家过渡一下, 等过几年, 我们就凑钱买自己的房子。 儿子还在劝我, 我心里矛盾得很, 难道我真的要把房子卖掉, 把房款分给女儿们, 他们才肯回家吗? 还有我家儿子, 姐姐们真的很重要吗? 年轻人在城里买个140平的房子, 估计得奋斗半辈子了吧。 只是, 如今我该怎么办呢? 难道真的要把房子卖掉, 修复和女儿们的关系吗? 参加了外甥的婚宴后, 我决定, 儿子结婚时不办酒席, 也不收份子钱。 几十年来我随理无数, 却没有怎么办过像样的宴席, 因此在我内心很不平衡, 总觉得过去送出去的礼, 应该要好好收回来。 于是我就把这些都寄托在儿子结婚这件事上, 因为只有家里有喜, 才好宴席收份子钱。 然而, 今年参加了外甥一场难忘的婚礼后, 我却打消了这个念头, 感觉办婚宴, 根本没有什么意义。 今年52岁的我, 在这近半年里, 参加很多喜宴, 尤其是结婚宴最多。 因为我们这边的人比较传统, 觉得龙年不宜结婚, 所以很多准备结婚的, 都敢在龙年到来前结婚办婚宴。 在老年最后的两个月里, 我也迎来了人生中最密集的婚宴邀请, 我总共接到了十份情帖, 虽然只参加了五场, 但没去的我都随了份子钱。 我想很多人也和我差不多, 那两个月的心就像在滴血一样, 因为喜事多, 意味着我们需要付出的红包也会更多。 我没有算得太清楚, 大概预估了下, 我那十份随理, 就花了我近一个月的工资。 很多人都说, 份子钱这东西, 都是有来有回的, 今天你给他随理, 明天我家办喜事, 他就得还回来的。 虽然说, 这随理是人情往来, 有来有回的, 但对于我这个二三十年来, 就没办过什么宴席的人来说, 默默随理了二三十年, 看着辛苦挣来的工资往外送, 却没机会收回来, 是很不甘心的。 所以, 看着人家儿子结婚收礼一大把, 我也想过两年儿子结婚时, 就想好好地办场婚宴, 把收他们的份子钱都收回来。 另外, 看着那些半酒席的亲戚朋友, 一个个都很热闹喜庆, 还特有面子, 我也想在儿子结婚时, 好好享受一番办喜事的热闹和排面。 但前不久, 参加外甥一场很特别的婚宴后, 我却突然不想给儿子办结婚酒了。 而原因是这样的, 我的外甥阿明, 今年三十二岁了, 去年和谈了两年半的女朋友, 确定了关系。 原本外甥和外甥席的意思是, 不想办婚礼, 领证后几家亲戚坐下吃个饭, 也不收红包那些就很好。 但是我姐却不这样做, 她也跟我过去一样, 跟年轻人解释说, 她过去给人家随礼那么多, 要趁着这个机会, 把那些钱给收回来。 她不在乎能不能回本, 就是要平衡心态。 另外, 我姐也表示, 她这些年不容易, 就想好好热闹一回。 对此, 我也是很支持姐姐的想法, 毕竟她这些年, 确实很不容易。 我姐夫在外甥十五岁时就去世了, 这十七年来, 姐姐是一门心思都放在外甥身上, 为了外甥能健康成长和不影响学业, 她选择了不再婚。 又为了挣更多钱给外甥过好生活, 她辞掉工作, 去开了早点铺。 姐姐这十多年来, 是当爹又当妈, 为养大外甥付出了很多, 牺牲了很多青春和自由, 如今她想要好好热闹一下, 也是应该的。 我姐姐这些年, 靠开早点铺也挣了不少钱, 因此对于外甥的婚礼, 她也没有从简, 反而怎么热闹怎么来, 把外甥的婚礼搞得非常豪华又气派。 首先, 她早早就在我们市里一家临江的酒店, 订了一个超级大的宴会厅, 预估可以摆一百张桌的那种。 接着, 她又花了大半个月时间, 把那些亲戚朋友, 尤其是送过礼, 随过分子前的都联系了一遍, 有些是亲自送请帖过去, 有些是寄快递过去, 有些更是直接一点, 电话一打, 电子情帖一发。 然后, 姐姐请了我们当地的电视台主持人当司仪, 又叫了一帮专业的婚礼团队, 摄影师, 化妆师, 豪华婚车, 礼服, 节目演员等等, 一条龙下来, 光婚礼团队就得坐一围台。 再然后, 因为是搞联婚, 还要双方家长上台讲话致辞, 而姐姐不太会说, 而且她又是一个人, 感觉怪不好的, 就叫上我帮忙凑个数, 托人给我整了一张三四百字的文稿, 要我替她在台上致辞。 最后, 当天中午的宴席来了六十一张桌, 道场少少也有五六百人, 为了照顾很多要上班, 来不了的亲戚朋友, 又加摆了晚宴, 大概八张桌。 结婚当天, 是挺热闹的, 从凌晨接亲到晚上九点多陆续散场, 我们夫妻俩和姐姐以及亲家, 都是忙前忙后, 一个个问候, 一个个灌酒, 不是我自己的儿子结婚, 我都乐得不得了。 然而, 婚宴过后的第二天起来, 我就感觉这婚宴办得实在太累人了, 一天忙到晚, 没个休息, 饭菜没吃多少, 酒却喝了一大堆。 我因为当外甥家的男家长, 为此喝了最多酒, 没张桌都敬了酒, 最后休息了三天才缓过来。 婚礼后的第一个周末, 我一家又到回姐姐家吃饭, 我就问姐姐这外甥婚礼办得好不好, 还笑他这些年随出去的份子钱, 也该收回来了吧。 结果, 姐姐却毫不掩饰地说, 外人看起来, 这婚礼办得是热闹有豪派, 但对于我们做主家的来说, 真是找罪受啊。 姐姐还劝我, 以后我儿子结婚时, 还是简单走个过场好。 看着外甥办婚宴前, 还激动无比的姐姐, 这才过去没多久, 怎么就念了一样, 还如此抱怨办婚宴不好。 后来, 仔细听姐姐诉说, 我才知道这婚宴不仅累人, 还花销很大, 根本就是花钱买罪受。 那天婚宴, 虽然不过一天时间, 但就在那一天, 我姐姐就花了小四十万, 除去给亲家的彩礼十二万, 剩下自己掏腰包, 花了二十八万多。 我一听到这么多, 就很猛, 怎么要这么多钱? 因为我预测这么豪华的婚礼, 最多自掏个七八万, 请婚礼团队和包酒店的钱, 毕竟粪子钱收起来, 那酒店饭菜钱, 也可以扯平, 或者不用太多钱的。 可姐姐却告诉我, 那天七十张桌, 来了五六百多人, 但最终包来的份子钱, 算下来才十六万, 大部分人包的红包, 不是一百就是二百, 有些乡下来的亲戚, 还有包五十元的。 最大的红包, 除了我这个舅舅包了六千八, 就剩他的一些闺蜜, 包了上千的红包, 其他很要好的亲戚, 尤其是我儿子他大爷小叔小姑们, 也才包了四五百元, 有些发出了邀请, 人没来红包, 也没送。 最终算下来, 我姐姐说, 就这么一天, 实际让他花了十二万左右的钱。 他说十二万一天, 就换来一天的热闹和面子, 然后还累得一塌糊涂, 他就觉得这婚宴办的一点, 也值得。 他很后悔, 如果知道要花这么多钱, 还这么累人, 他就该听孩子的话, 简简单单情比较好的亲戚朋友, 办几桌家宴, 走走过场就可以的。 这样还能剩下十多万, 更是拿着这十多万, 还能给孩子的新房装修得很好, 结果一场婚宴, 搞得一这些钱就没了。 听到姐姐这么说, 我也对半九席婚宴这是恐惧了, 感觉现在半场宴席, 真不全是美好的。 先不说分子钱能不能收回本, 就说这前前后后忙起来的事, 真的怪累人的。 半宴席简直就是, 出钱出力就赚了一时的高兴和面子, 其他都讨不到什么好处。 所以, 经过参与了外甥的婚礼, 我做了个决定, 等我儿子结婚时, 我就不大搞特搞, 选择一切从简, 不办酒席, 也不要亲戚朋友随份子钱, 这年头办酒席只有亏的, 没有赚的。 还不如直接两亲家相聚在一个酒店, 再叫点各自比较好的亲戚朋友, 一起吃个饭, 共同见证下年轻人的婚姻, 来得简单又有意思。 这样小范围的婚礼仪式, 既不累人, 也不会花太多钱。 把不办婚礼的钱, 节省下来花在儿子儿媳身上, 或者未来的小孙子身上, 我都觉得这样更有意义。 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 自己辛苦挣来的钱, 花在自家人身上才最值得, 大家说对不对。 最后, 如果你觉得有趣, 记得点赞, 评论, 分享支持频道, 别忘了订阅频道, 以观看下一个有趣的视频。 请不吝点赞,